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芝是她的一种保护色 就是她弟弟死了是吧 然后第二个测试者是鸡仙女 测试结果是心理健康 然后热情奉献正义赶强 但是可惜就给我们吃虫子 又不舒服 有的是不错 然后下一个是欧莫里 非常简单 心理健康 天真 天真 然后下一个是沉水电 心理健康 只想放假 只想放假 可能我天生放纵不羁爱自己 他就是 你可能只想放假去春老花快的地方 放假不羁 下一个是张医生 张医生是心理健康 在那不准 不准 张医生是心理健康 自信爆棚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我觉得很准 对 他就是谁 这句没错 然后最后一个测试的是我 然后叫心理健康 有包袱 请你有包袱来吧 那我先给大家抖一个 抖一个 来 包袱在这儿呢 然后找到了张医生户口本 然后说是韩朝六年十二月三日进来的 职务是医生 出入权限是医务史 然后六五年和七年两年 它是没有任何禁闭记录的 这好公民啊 对啊 你看他每天给身保守按摩 然后紧接着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 叫驱逐令 然后它上面写了张医生 因为你已经无法给地保 带来任何价值 现真是地保 正式向你发出驱逐通知 请你于一天后自行打包离开 东西留下 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就是已经两三个月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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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